小野 爷今天给你做了一道象牙鸡条 虽然是工程菜 但是在家里做很简单的 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那快让我尝尝历史的味道 这鸡肉很滑温 我今天加了点鸡油 这个鸡油在这里头就是增香 要不然这个鸡肉本身 它没有太多的香味 对 这花龙点睛 开稿 鸡脯肉我们先给它片一下 扶着呢 一个筷子厚度 对 就是这么厚就可以 这个菜简约而不简单 它是一道宫廷菜 又是传说宫廷菜 这个切刀工了 还得顺身 完了呢 还得一头尖 一头粗 象牙刀呗 象牙刀 这个刀切也容易入味 是 这个菜呢 是有年头了我跟你说 1000多年的历史 这可了不定 这个我们在接待部门做这个 给首长做这个菜啊 这个夏季头也挺受欢迎 你在那个北方大厦也做了吗 做做做做做做 你做这个菜啊 这个菜做的应该是什么口味 原始口味吧 原始口味呢 咱是鲜鲜的 就是鲜鲜口味 因为这菜呢就是说 我们接触这个菜的时候呢 它这个原始做法就是鲜鲜口 但是现在吧 已经 有个改良了 老菜新做 那是改良了 就是 给它改成番茄的了 酸甜口了 酸甜口了 小朋友啥都挺喜欢的 现在黄瓜切成段了 那就不要羊了 就不要羊了 刀法是一样的啊 刀法都是 象牙刀 象牙刀 这个象牙呀 象征着高贵 那么给皇上做这个菜呢 叫象牙鸡条 就是圣明呢 就这道菜的这个 它的档次呢是非常高 而且呢就是厨师们的智慧呢也是 御厨啊 它是一个形异菜是吧 形异菜 这个很重要 胡萝卜也切这个道啊 这个配料 搭配颜色 搭配颜色 搭配一些冬笋 来点冬笋 这也是提鲜啊 对 也是脆 看也是一坨煎 一坨醋 象牙 搁点半勺盐 搁点底口啊 胡椒粉 也是十二勺 花椒 去腥 去腥了 完了 开始抓 在这里抓 一个蛋清 泡好的土壳裂粉 给它抓进去 本身它肌肉也是很滑嫩的 是 加上这个更滑嫩了 对 要用力抓啊 对 这个不能脱汁 对 看看油温 铁手又上来了 油温就这样 下了 双双有一点点温度行啊 对 这个鸡条下去之后 给它划熟啊 这个中国和人呢 真是源源流畅 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 传统的公平菜 今天我们再把它服献给大家 十分的话还是很酱的 大大一点 下配料 变菜就可以了 对 完全可以 把配料下去 就这样 下去 配料也就是二三十秒 葱姜丝切锅 葱肉花椒 来一勺水 来一勺水 吃点糖 提鲜 加点盐 再加点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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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复合 好嘞 好嘞 好 去锅了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 它的颜色一定要鲜明 你看 红绿白 嗯 这个菜主要就是吃的滑嫩 对 鸡肉的滑嫩 鸡肉的滑嫩 关注毛眼镜 每日烟火器